今天是一年一度社区运动会的日子 比赛项目是十公里马拉松 去年的奖品是 马尔代夫全家十日游 今年肯定 听说今天本来有十二个家庭代表出战 没想到其他十个都有事来不了 这就是我的邻居毛毛 别看她长得不错 美丽已经是她最拿不出手的优点 从小到大都是班长 成绩名列前茅 擅长钢琴 二胡油画围棋 这些通通都拿过试影上的名词 本来我想至少运动会上 我能比她有点优势吧 结果人家还是个运动健将 跆拳到武术 泰式拳击啥都会 不行 为了我的蓝天白云 我得想想办法 她怎么一点都不累的样子 还好我早有准备 提前三天学会了轮滑 虽然还不怎么熟练 但是这种直线滑道 小意思 同志你好 姑娘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警察叔叔的关心 没事就好 同志你好 我是上海交警 本次执法全程录音录像 您这里要注意 这是公共道路 不是小区或者是花园 你要保证自己还有他人的人身安全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 发布的新型通行工具注意事项目 探冰鞋还有滑板 是不允许在公共道路停止的 在您这个情况呢 发现前两次我们会以口头警告 如果第三次及以上 将会处以50元的罚款 来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件 好吧 他都已经跑了一半了 不行 我得赶紧去追他 还好我留了后手 这一下看您往哪跑 同志你好 警察叔叔又是你 我刚刚把我的鞋给扔掉了 那这次呢比刚才还要严重一点 还是根据新型通行工具注意事项 像电动滑板车 平衡车 还有电动独轮车 都是不允许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 那如果发现第一次呢 我们将处以100元的罚款 第二次及以上的 我们会扣车 并且处以500元的罚款 来先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件吧 我今天出门没的现金 去付宝可以吗 不行 这下晚我仿佛可以看见蓝天白云 在向我挥手送别 大家你好 我是上海交警 本次的使法全程录音录像 我先问一下 你有没有残疾人症啊 没有 这个棚也是你自己安装的吗 嗯 自己搭点 你们俩都认识吗 那你怎么会在这啊 嗯 我要去一个地方啊 然后给他钱让他载我去啊 啊这样啊 那大姐啊 您这有很多违法行为啊 第一呢 您这个一定要下肢残疾 才能够驾驶这个残疾车 第二呢 您这也不能载客呀 第三呢 你是不能够安装这些顶棚设备的 那么鉴于这个情况呢 首先我们要对于你这个安装的顶棚 进行拆除 最终我荣幸地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 为了响应政府号召 提倡请柬节约 本次大赛奖品改为 十五号家庭奖座 以资鼓励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S&H48 我是余震 袁余震 我是毛毛李雨琪 在这里祝大家 新年快乐 对了余震 这几集你一共扣了多少分呢 啊 一分两分三分 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了 但是学了不少教育小绅士呢 对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收看 老教育女心思记哦 看一次少违法少事故 看一次少积分少罚款 所以要记得多多收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